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步 这集是讲马来西亚的 这里我Raymond Wong 还有马来西亚马来根 大家好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 我都想戴马很好 因为我都节目讲过 马来亚美女 是不是 不是春色 有个版本叫做 没穿底裤堕马 没听过 事弄不异 支持我们朋友,希望大家可以 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是免费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 以壮大中立模式 和和平理性的声音 可能有少少黄的 不是完全无色 好像刚才唱的歌 只是说笑而已 现在今天就讲一下 大马的情况 好 大马迷途 对了 小马就识徒 大马就迷途 哈哈哈 说一说 老马和安华 现在在讲一个权力交接 很多人都看得很淡 对吧 那 新近有一份 日本的集资 就出了 来说 喂 马来西亚 这样搞这个权力交接 呢 那个经济一定会受影响 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是啊 自从 去年 差不多年尾的时候 开始 我们这里的政府 有几行的 补选都失利 那跟着都 因为我们的政府 是联合的选举 有几个政党 有几个政党 就开始向这个 路马 算是叫逼供 叫他尽快安排 权力交接 交给安华 但是路马那里就好像 就比较慢一点 处理得 因为他就 有人说他推毯的 因为他说国事很繁忙 跟着就 这些 职位 那些权力交接 那些 可能要再推迟一点点 那 那路马呢 就 最初 第一次做 这个 Prime Minister 嗯 是不是九一年呢 如果没有记错 是不是九一年 还是再早一点 嗯 我都不是很记得 但是他 不止九一年 我记得 八几年 好像 八几年 但是他九一年的时候 就出了一个叫做 Vision 2020 那他就 那个计划呢 就是 建造一个 自给自足 工业化的马来西亚 是啊 但是 有没有成功到呢 当然会有很多阻滞 但是 是不成功的 老马第一任是八一年 八一年 不好意思 说错了 那他九一年就出这个 Vision 2020 的 因为我那个 看那个文章 不是他写得很清楚 那好了 那大概 大概 二十年之后 九一年二十年之后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那 哪个 叫做 上一任 那人 叫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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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又是 马来西亚呢 就 可以达到这个 高收入水平 那 2020 那 好像两样都做不到 现在 其实 因为 因为 很多 他在 二千年那时候 有推行很多计划 但是 很多 因为贪腐 种种 丑闻 所以令到 这些计划 都 冒疾而终 再加上他在 2018 年的时候 选举失利 所以 所以 就 搞不定了 嗯 其实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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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现在 希盟 都是散散地 我看到 他们 还有很多人 开始 算账 这个 林吉祥的 儿子 叫什么 林冠英 林冠英 算账 又说 明明 是 又说 取消什么事 但一件都没有做过 那 其实 老实说 希盟 叫做 大省 每一个 很有期望的政府 就是我觉得 每一个很有期望的政府 都是会跌下来比较痛的 而且如果你 稍微 不合他 少少期望的话 因为你的期望 是的 管理性 是的 那这样说 其实林冠英 做不到 都是正常的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5月的时候 2018年5月 就说了给全世界人 听 现在 马来西亚的国债 就是 一个T 零吉 一个T 一个T 一个Tillion 一兆 一个T的零吉 那就是多少钱呢 就是 美金来计 就是243.7 一个Tillion 就是2437亿美金 嗯 嗯 嗯 没错 那就是高过 立吉 港的 大概是 四倍 没有 两倍 两倍左右 大概是说立吉港的两倍 因为立吉他报出来的数 就是 六亿几零吉 不是 六十几亿零吉 六十几亿零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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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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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呢 呢 那 那 那 呢 就去到5% 但是接着之后就开始扔下来了 还有因为希盟上了场之后 那些第二家园好像停了 现在都恢复了 是说他停了 但是是后来恢复了 所以有段时间皮尼哥很害怕的 然后在那里发猛烧 好像我们都被他说过 有些台上乱乱去请学他 乱乱认识 乱乱这样没这么一件事 继续二继续二 但是老实说 现在是 据我所知 严过第二家园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审查严格了 当然了 若是做过暴徒更加不用想 有犯罪记录的就不用考虑了 当时他叫人去山打根 山打根听闻也是个好地方 退休来说真的可以的 如果你打算退休的话 除了山打根, 槟城或者宜保 宜保可能对香港人好些 槟城说福建话比较多些 都是很理想的退休的地方 就是个好的第二家园 是呀, 找食就比较辛苦 找食一定是难的 你去到马来西亚也不会说马拉话 如果马拉话也不会的话 根本就很难找食的 一定是这样 吃个马拉棧 不是很赞的 去到如果你不懂马拉话 没得赞的 人家就觉得你很赞 安华其实是应该 在你的角度来说 是做硬这个总理的了 到 云朗比较高的 其实他72岁了 年纪都大了 长者卡 是啊 其实当时希盟的 大家都知道 一个竞选承诺 公开秘密就是 赢了之后 应该是老马交权被安华 这也是大家看到希望的地方 当然 我觉得最后还是交到的 但是会折腾 会折腾一番 始终你都说出口 没理由不交 但是很多事情就需要谈论 人选的话 都需要说数 因为老实说老马 你找第二个出来选 也希望我敢看 如果找第二个人出来选 或者是林冠英 或者林吉祥这样选 那又不行 巫统就没人理你 我觉得 其实老马挺有趣的 老马最初他就 都算是一个 叫做Probomiputra policy 什么叫做Probomiputra 就是那些益的土著 那些政策 那些政策 巫续 是不是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怎么读啊 其实那个字叫做 Pomiputra 是啊 Pomiputra 就是 土著 就是巫续 是啊 其实本来是 老马 其实一直都是搞 这个义无锐的嘛 的政策的嘛 是不是 嗯 但是他 就是现在九十多岁 就 基本上是推翻 《夺日的我》 是吧 他经济政策 那时候 在八九十年代 是推行得很好的 虽然他有这个 比较 偏向这个 土著的无锐 嗯 嗯 那其实呢 这个安华呢 就很反对这个 啊 益毛锐的政策 哦 他说 这个益毛锐的政策呢 其实只是益了那些 就是群带 有群带关系的人 和整个马来西亚最有钱的人 就是 在这个政策下面发达的 但是 你看一下那个数据 那个贫困 是不断上升 那个不平等 就是收入不平等 又是不断上升的 就是 就是他就说 这个 怎么说益毛锐的政策呢 就是要取消这个安华 那会大事 那就大事 那就大事 选举一定会输得 如果说这些话 就是这样说的 因為老實說馬華的聲譽是很差的 馬華的聲譽 所以我看那篇《海峽時報》的分析 他說大選是絕對決定作用的 是關鍵的 他們的人口都是佔大多數的 他們的選舉意向絕對是佔大多數的 華裔、印裔、其他全部加上來都應該不到三十多巴仙 全部加上來是不足夠他們的 只要他們的選舉意向偏向 譬如說巫統或者國鎮 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但是這個叫做 希盟上台之後 其實你說的補選 其實那些抽份都是輸得比較多的 據我所知都是 所以那些人就向老馬逼供 但是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據我觀察 其實希盟上台之後 毛弱是有很大的反彈 是嗎 因為可能他們之前的這個 國鎮政府那段時間 派錢派得比較鬆手 希盟上台之後 因為前朝他們一直說 花錢花得太厲害 令到這個國債非常之高 所以他們要收一收緊 但是你收一收緊 短期來說會比較辛苦 所以他們的這些 但是長遠來說 長遠來說是會 財政穩定才會再派 我個人認為 其實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想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名字叫快必 我們以前說過他 我們說話很公道 當時老師說不支持他們的時候 就開始煩惱了 因為我沒有記錯 哈哈哈哈 那情況是這樣 那現在安華他直接說這些 他就說要 要拒絕這個 親無銳的政策 就是益無銳的政策 那他不是很嚴重 他其實可能 做一陣子就選不到 因為他現在還說了一件事 就說好像要取消這個銷售稅 銷售稅已經取消了 已經取消了 你的意思是否是GST 是啊 是啊 是他希盟上台之後 就取消了 原來是這樣 因為他那篇文章 寫得不清楚 其實我看完之後 都不知道 究竟馬來西亞 究竟現在還有沒有這個GST 那如果取消了的話 其實 收入又少了 是啊 但是這個 因為他們 是納吉時代 就推出這個GST 令到很多 中 怎樣說呢 中小企業 和人民都生活的 支出非常之大 他覺得那個GST 給得很不值得 嗯 嗯 是的 因為GST是一個 累退的稅制 你越窮的人 交得越多 比例上 其實 嗯 因為 一般人 就是 餐餐吃 餐餐清的人 他賺多少錢呢 他都花了 那花了 他如果要交GST的話 就是他花了那份 就再交多 一個比數的稅 可能是十個巴仙 或者我不知道 百分之幾多巴仙 是那個稅 那其實銷售稅 我覺得絕對不可取的 如果那個社會 就是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餐餐吃 餐餐清的人 就不應該做這個銷售稅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是六個巴仙 是 很少而已 不過 當然 我們要十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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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一個有問題的政策 現在取消了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但是 那經濟學家 有不同的看法 經濟學家就說 取消了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 說真的很多經濟學家 都是唯有錢人發聲的 我覺得 就是 實際上 馬來西亞我不熟 我現在不明白 都是問馬來西亞的 好 那好了 我很熟悉那些人 但是沒有去過 哈哈哈 人情 那其實 小孩子大一點 過來玩一下 我怕見到 舊情人 不會的 東馬 來西馬 沙拉瓦 這樣就打西馬 可以的 東馬 這個沙拉瓦 我以前喜歡的人 其實 聽聞都 都叫做幾出名 因為 如果你打他的名 我試過的 打他的名 他的名 就 撲濕出來 所以 其實我是 是 不敢去東馬 的 就是 這個 什麼 敏都 那些地方 就是 還有這個 湖尖 那些地方 我是不敢去的 都是去西馬 那些朋友 我朋友在Kucheng 好像很棒 我看見他生活 非常不錯 因為那邊 東馬的華人 其實是很有錢的 原來我的朋友 這麼有錢 我也不知道 哈哈 還有 很喜歡 穿兩蟹裏 穿對襪子 我沒有記錯 好 就是 塔斯馬尼亞的朋友 其實他們 可能 我也很喜歡穿拖鞋 其實可能 習慣了穿拖鞋 但又不想穿對鞋 又當我 塔斯馬尼亞很動 就穿對襪子 其實很多韓國人 都很喜歡 拖鞋穿對襪子 因為他們知道 韓國人 很喜歡 拖鞋裏穿對襪子 其實 可能他們 沒有留意 其實 沒有留意 我只知道 有一部分韓國女士 很喜歡蹲下吃煙 是 我 不要緊 說笑 這個就 安華他其實是一個改革 他想 我看到這個專訪 就是現在其中一份雜誌的專訪 他就說 他想改革 大改革馬來西亞 你覺得 正面呢 他現在在夜 安華 暫時 他可能不明白那些行政上 和執行各種政策的困難 因為他離開政府都相當長時間了 是 被人告過雞尖 包括 其實以前 不是 老馬也有玩過 這個安華 在歷史上 其實為什麼 他們會 另外一個原因呢 為什麼他們當選呢 就是他們看到真的大團結 放下仇遠 因為其實 老馬其實都可以得安華 很慘 以前 老馬其實都是一個陷家場來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他 其實 你說他不是一個獨裁者 其實 我也沒有人相信 那時候 其實他 他控制媒體 玩人的程度 不會 少得那個光耀 其實 那些媒體都是這樣說的 我看他們其實做的事情 比內地做的事情更過分 就是我覺得 其實內地是 有些事情是沒有那麼過分 是跟規矩做 多過馬來西亞 或者新加坡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過我自己 當然有可能不對 可能有人覺得 你最喜歡吹捧大陸的 你當然是大陸好的 那問題就是 我的感覺 就是 就是 那個權力 其實老馬那時候的權力 其實真的很大 而且 沒有什麼 其他人制衡到他 沒錯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 就是國內 從來都有制衡的 那些權 其實那些人說那些什麼權鬥 其實又不是真的權鬥 是有 就是那個權力是有人制衡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是權鬥 但是我就覺得是一個權力的制衡 那李光耀和這個魯馬其實 他講了算 就是一錘定音 長期都是 是嗎 嗯 這個都對的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是 但是這樣說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馬來西亞有可能 當一段時間 就是本來 這麼多年換了和平 就是叫做 選出叫做 心意的政府 就是當時 但是 就不知道 還有 馬來西亞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都很依賴外來投資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都 因為 它很多資源 但是很多資源都是 沒有開發的 價格下降了 價格下降了很多 是啊 是啊 90年代的時候 你比較的話 因為 其實就是石化行業 間接摧毀了一部分的橡膠原 沒錯 那些橡膠 其實現在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在西方 橡膠敏感 變成了很普遍 為什麼呢 就是很普遍 我不知道 真的有這個情況出現 那些人對橡膠產品有敏感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就寧願用石化的產品 有很多人現在是 就是去取代這個橡膠產品 西方也都很抗拒這個 油中的油中 是啊 開發很多地方來種 很破壞生態 是啊 還有這個什麼 那些叫什麼 熱帶雨林 是啊 他們經常都說 因為其實現在 建的油中原 是要 剷走一大片熱帶雨林的 這樣 那麼熱帶雨林 就是我們的揮捕 全國地球的揮捕 不可以摧毀的 這樣 嗯 所以就給到這個油中 是一個很壞的惡名 還有 就是油中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做一些有反式脂肪的事情 嗯 就是反式脂肪的事情 那現在的健康程度 又說很差 你反式脂肪會吃死人的 是啊 老蕭也這樣說過 所以不是叫人去吃韓牛 韓牛那些脂肪沒有反式脂肪 哈哈 哦 所以這個賣 他賣肉養妻兒是對的 老蕭又是賣肉養妻兒 我們再說一次 消肉養妻兒 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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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慢著 最重要是訂閱 還有分享 留言我們節目 謝謝大家 請大家留言 不要負面了 負面生的 黃瑞民現在真的 好像老虎上面 有個黃字 哈哈 黃小虎 其實負面呢 我都有點沒有生的 但是呢 負面無所謂的 但是你不要誤導人 有件事就是 說的是事實 負面的批評我們都接受 好 拜拜 拜拜 我出去接仔先 錯 好了 探索 那 我們 說